四周公路相机 很多人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混动 一种是多大 一种是其他 其实我是否认这个决定的 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混合动力系统 比如PHEV 像PHEV就是BMW的天下了啊 在我身旁就是这个小改款 G01 B&W X3 这样这个 B&W X3 其实它是一个小改款 所以它在外观上是没有大刀阔幅的改变 只是进行了一些修改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大体 而配备上面肯定也是有提升的 符合这个 2022 年的车款 这样在这个外观上你可以看到这个配色是非常好看的 它叫 Broken Gray 我觉得这个颜色是非常好看 非常年轻啊 所以它这个头灯组也是采用这种 Adaptive LED 当然 它也没有那种 Laser Light 来 所以在这个保险杆方面 它比上一代更加的立体 你看到它的线条感是非常的丰富的 因为它采用非常多这种四方格的这种材质啊 还有 Piano Black 所以看起来非常的 Muscle 它这个 Kidney Grail 也是采用这种 Single Piece Frame 的 就是最新的 B&W 设计语言 所以看起来也是不错 中间还有一个 iCam 就实现导航还有这 360 的镜头 但是它里面就没有像是 3 Series 5 Series 的那种 Adaptive 的那个 Grail 就是可以开关的 像这个 Logo 上面你也是看到有一个蓝色的边框 就和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纯电动版本的 BMW 是采用同样的设计语言 有 Exorber 的 所以这个欧系车来讲是肯定是必备 它采用的是这个非常熟悉的 BMW 引擎 2.0 直列的四缸 无论这辆引擎 它其实这个 30 的 E 就是 PHEV 的车款 它是基于这个 20 就是 X-Drive 20i 的这个基础下而打造的 所以它原本的引擎是有 184 Hp 还有 300 Nm 的 这样显然在这么大台车上面 这个动力数据就不是太够用 所以在这个 PHEV 上面呢 它已经增加到 250 Hp 还有 420 Nm 匹配的是 Stepstronic 8速的四排变速箱 它 0 到 100 只需要 6.1 秒 而且这个 E-Drive 的这个 PHEV 它还可以额外提供这个 40 Hp 的 就是当你打开这个 Extra Boost 过后啊 它就可以立刻在 10 秒之内提供这个 40 Hp 导致它综合输出达到了一个 292 Hp 还有 420 Nm 0 到 160 秒 你可能说这样的 PHEV 妈妈得意不是太够用 但由于这个 PHEV 的这个混合动力系统 还有这个引擎变速箱匹配的非常的好 你基本上察觉不出它几时是用油 几时是用电的 可能就是有一些 reader 会 comment 就是讲 哎 这个 40 多匹的 Volvo 的 4.7 秒引擎会怎样呢 其实 BMW 的这个 PHEV 讲真的不会比那个逊色 虽然动力数据上面 就你看数字上面 它可能会逊色 但是驾驶起来 BMW is still a BMW 由于这台 BMW 的 PHEV X3 它就是采用这种 M Sport 的套装 所以它 RIM 上面也是采用 M Sport 的 RIM 所以在尺寸是 20 寸的 上一代是 19 寸 所以它尺寸为 245 45 R20 采用的这种 P-Rally P0 轮胎是非常好用的 它的整个 Grip 上面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里面也是采用这种蓝色的 M Sport Brick Caliper 看起来非常的有战斗感 而且还是 4 Port 的 刹车性的方面 在这个 X3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在这个 RIM 再配合这个蓝色的 M Sport Brick Caliper 是真的是非常好看的 接下来你看到在这边 你看到有一个 Air Vans 但是是 fake Vans 来的 就做美了 然后在这边你就看到有一个 PHEV 的充电口 上面写着 Electrified by i 就告诉你这辆车是可以充电的 打开起来它就是一个 AC 的快充插头 当你购买这台车的时候 它是会附送一个 3.7kW 的 AC Wallboxer 就在你家里可以充电的 这个车它可以 support 3.7kW 的 AC 快充 而且它是在 3 小时之内就可以把这辆车充满 所以这个续航里程为 60 公里 你打一个几折啦 就大概 40 公里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辆车真的是真的省油啊 这个 PHEV 系统它只是在这个 AC 就没有 support DC 的啦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 normal 一点 我觉得这个小改款的 X3 啊 最好看的地方就是这个尾灯 它像是好像女生的这个画眼眉毛 就是 eyeshadow这样子 简直是一个画龙点睛的这个设计啊 它就是在原本这个红色四条上面 它在增加一种 黑色的这种 smoke well 的感觉 当晚上开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好看 而且它有一个 opening 的感觉的 所以它会缓缓打开 仪式感拉满 好看 下面这边保险杠就是和前一代没有太大的差别 你只在这边增加了一些 fake vent 下面就有 piano black 的 diffuser 由于这个是一个 PHEV 车款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 E 的治标 logo 旁边也是有蓝色的边框 像豪车 hand-free 2K 是肯定是必备你的锁石带在口袋的话 你的脚踢一下 它就会缓缓的打开 但是我要注意的就是 你的脚一定要踢这个位置啊 你踢别的位置它打不开的 它不是那么 sensitive 像在这个尾箱空间 你也是看到一个非常质感好的tonal cover 像这个飞箱空间 它是比普通的 X3 少了大概一个 80L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隆起是高了很多的 就是下面有个电池组 像下面是没有 full size 的 TIA 肯定它是采用 Runflat 的去跑胎 像这辆车也是附送这个 AC 的快充这个充电头 可以 support 3.7kw 的 你可以去 shopping mall 插去那种充电口 或是你家里的 walkbox 都是可以采用的 来到这个小改款 BMW X3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BMW 那是 Sensatec 的中控台和 NASCAR 的座椅 而且它是有氛围灯的 两层就是门板一层 中控台一层 但是它只是有神异色 就是不像是 Mercedes-Benz 有60 多色那么多的给你选择 但是已经是蛮 atass 了啦 所以在这个 方向盘也是握感非常好啊 就是 一如往常的 BMW 的 steering wheel 就是非常好握的 还有 paddle shifter 但是是 不是 Andominium 啦 就是 Plastic 的感觉 但是 Still OK 就中间保释了以往的 BMW 的这个中控 8个按钮的 小改款的 X3 它是采用了这个跟 G35 Series 一样 非常大的这个悬浮萤幕看起来是不错 而且它的分辨率也是非常顺畅的 整体用起来还是不错 它里面也是有 BMW 的 iDrive 7.0 也是支持这个导航系统的 切换的东西有非常多 就是普通的驾驶模式 就是有分别有 Sport, Comfort 还有 Normal 的 而且这辆车也是有 EV Mode 啦 所以这个主机方面它在大太阳底下的分辨率也是非常好 反光程度也不会太高 而且它整个对驾驶的这个 角度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这么看我们这边有一个 Phone Holder 吗 因为它是没有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Android Auto 是没有希望的 它是不支持的 Apple CarPlay 要选装 Subscription 1299 这样在 BMW 最近的官网啊 你是看到非常多的 Subscription Plan 啦 就是这个 Advanced Driving System 也是要选装 110 块每个月 在这个 Ventilation Seat 还有 Hated Seat 啦 虽然有给你 但是要 Subscription 40 令吉 给你 你会选装吗 所以这个小改款它的整个全夜景仪表 是和这个 G30 还有 G20 的 3 Series 或者 5 Series 是差不多一样 也是 12.3 吋的 像这个是 PHEV 车款 这样你是可以有一点点的细节 让你知道这个是电动的 这边写着 E-Drive 旁边有这种蓝色的边框 除了这个液晶荧幕之外 有这种蓝色边框 这个中控台也是有蓝色的 stitching的 整个中控台都有 而且在这个桌椅上面也是有非常多的蓝色 stitching 告诉你这个是 PHEV 的 X3 这样在这边也是有一个 X3 的治标 你朋友上来问你什么车 看这边就知道了 X3 这样它 BMW 也是非常多精致的一些东西 像是这个冷气界面 它中间这边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荧幕 质感方面也是非常OK啦 其实我比较 prefer 就是这种这样的传统按钮 因为你当你驾驶的时候是非常容易操作的 比起那种整片 TV 的话就 这个容易使用很多 这样在这个音响方面 它这个也是非常好料的音响 就是采用这个 12 颗 460W 的 Harman Kardon 音响 所以我们来听一听它的高级音响的效果 来到这个 X3 后面其实它这个小改款是和之前没有太大差别 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 175cm 70kg 就是翘脚绝对不是问题 前面还有两到三个拳头 中间也是有一个 冷气出风口也是有这个三区恒温空调的 前面有两区后面有一区可以独立控制温度 还有风量的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控制你要吹脚吹你的脸 也是非常的人性化 但是中间这边的隆起还是可以啦 还可以勉强做到一个人的 所以这个 X3 的后拍空间基本上是 不错的要做长途来讲是OK 这个座椅的柔软程度也是有摘 但是它就 不是讲太够支持我的腿部啦 可能我有点高啦 所以这个 座椅是不错好做 非常舒服做长途也不是问题 如果你要比的话你比起 GLC这样的车款 其实GLC会比较偏硬而且你不要 看GLC那么大搞气它里面的后拍空间 不是那么大 反正这个 X3 的后拍空间真的是比较舒服 这样在这中间也是有一个armrest 中间也是有一个储物杯架的 质感OK 你这边也是可以拉下来 透过这边去伸手去后面拿东西的 这个非常方便啊 所以然后这辆车在后面它也是不会随便做给你 门板上面也是有这种 SensorTek的皮革 也是有蓝色的风险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X的指标告诉你 这个是BMW的SUV车款 再来这辆车它透光度非常好 除了大面积的窗口之外啊 它上面还有一个全景式玻璃天窗 而且是可以分段式的打开的不是做美的啊 所以在天窗它的整个质感是不错 中间是你不要这样晒的话 还有一个遮阳帘可以电动的 所以整台车后面 是OK如果你要做长途的话也是非常舒服 只是美中不足它旁边是没有那个 Sunshade 的啦 这个就比较可惜可能要到5 Series才有 所以这个后面如果你打开天窗 还有这个大面积没有Sunshade 的话是蛮晒的啦 首先在这个X3上面它基本上驾驶感受来讲 它是和之前改款线是没有太大的分别啦 因为毕竟 整体的这个车的结构还有底盘是相同 因为我们今天借到这台是PHEV版本的 所以我今天会focus 这个PHEV的东西 但其实这个PHEV它车款其实是 based on 那个20i 就是那个比较低功率的 2.0直列四缸的 Turbo引擎来 输出的所以它本身它的engine是有184HP 还有300Nm的 但是你不要看它好像180多这样子这样小 但是BMW啊 最美妙就是它的整个变速箱还有它的引擎是匹配到是非常的 完美的 可以真的是可以堪称完美啊 如果你真的是要和它的对手来比的话 BMW就是BMW 它整个 吻合啊 吻合度啊 是真的是很高了 所以变成这辆车在这个PHEV加持过后啊 它整体就是有一个大概252HP还有420Nm的 所以这个动力呢你可以 拿它来跟其他的PHEV同级别来比较啦 所以可能是吻吻的AXE60的T8 你会觉得说哎人家那个有400多匹 0到100才4点多秒这个6点1秒 其实有时候我们驾车啊不是讲 0到100要多少秒 我们的数据上看起来是比较低 但是由于这个BMW它的电池还有它引擎 变速箱 它匹配到深的是 非常的direct的 你不会觉得它即时是用油即时是用电即时换压 基本上你察觉不出来的 整体整个换挡节奏是非常的顺啊 真的是可以说Ninia这个姿势可以配得上这个X3的 所以这台车呢它有这个252HP肯定是够用了的啦 所以这252HP它长期都是有载的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Battery是大概是有50%以上的话 它是有能够达到一个Extra Boost的效果的就是 40HP extra的 就是综合输出达到这个292HP还有420Nm 这样在这个290多HP之下 它的0到100是低于6秒的 所以变成这个动力储备来讲 已经是非常够用了啦 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这台车 我们已经第3第4天了 所以变成 我们现在的电池基本上是 几乎是零了啦 就是只剩下几个percent 如果当你在braking或者是在 你的油门松过后啊 它就会有一个 regenerate的这个功能 你也是可以在这个主机里面 你是可以调节它的 整个regenerate的速度要几块的 所以如果你是regenerate比较快的话 你松油门就好像开电动车这样 它有一点点braking的感觉的 充电的那个速度就比较快咯 但是这样子的话你的整个油门的反应就比较奇怪啦 如果你没有开过电动车的朋友就会比较难适应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其实这款车现在几乎是零的这个电池下 它也是有用电哦就是还 有一种储备在那边的 即便它说你的电池不能用 就是零了 它是不能给你用EV罢了 但是它整体的整个 Hybrid系统上面它也是可以用这个extra boost的 就变成它的电池还是有做工的 不会单单让这个引擎来做工 引擎的负担是非常小的 因为这个电动机真的是可以帮了它很大的忙 所以如果你要我说这个PHEV最大的问题 就是其实不是车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就是心理指数 就这就是和之前可能10年前之前有很多人 拒绝Hybrid车一样的概念 到现在还是很多人拒绝Hybrid车 所以我是以一个大概家里有一个10年左右的Hybrid车的这个经验来告诉大家 所以很多人就会讲这个Hybrid当时购买的时候就会有 很多人质疑说你的 电池组更换要多少钱啊 贬值率等等 其实这些原因都不是 拒绝你 成为一个Hybrid或者是PHEV车款的车主啊 最主要就是你怎样去接受它 我们其实有时候要去 接受行事物的 因为现在 毕竟已经来到22年而且有很多很多大牌的 牌子像是可能 Mercedes啊 BMW这些车款已经是 set一个目标大概2030年2035年左右 就要达成全电动的这个 指标 所以变成在这个年份啊就是 各大车厂都会大力推动这个PHEV车款 因为PHEV车款就是可以让大家有一个适应期 就是从这个ICE 转换成这个电动车之前的一个适应期就是大家觉得 率先体验到这个电动车是什么样的体验 所以这个BMW它的整个电动机是非常的聪明的 基本上现在哦它是没有用 引擎的 它是完完全全是用电 即便我的 电量跟我讲是已经是零但是它还是用电的 这个感觉让我瞬间好像回到我两个月前体验的 BMW iX一样 所以这个感觉有一点像做高铁 就是这么大辆车这么稳 但是它的速度又很快的下 但是它engine又没有声音 所以这就是告诉你电动车的这个好处啊 但是当你如果你要上highway你要跑到比较快的话 啊 你按一下sport mode 它的整个动力储备是非常的够的 因为它sport mode是结合了这个电动机还有这个 引擎的所以综合输出超过250ps 所以这250ps大概什么概念呢 因为这款车它的售价是321,000 所以这321,000它是比它的 就纯汽油版本的那个30i XDrive30i的X3 还要便宜了一个8000块 因为毕竟PHEV在马来西亚政府是有一个incentive的 所以它还可以便宜8000块 它的配备也比 XDrive30i更加的丰富 像是有 哈曼卡顿的这个高级影响系统 更多的配备还有它有电动机之下 它又更加便宜 其实是相对的来讲比较划算的 所以这款车当你特干的时候 它也是会释放走一种fix sound啦 就是它的 整个从影响出来 让你一种澎湃的激情的感觉 但是瞬一秒你打开Electric Mode 它就是纯电动的一台SUV 所以它是可以一瞬间 从一台非常有澎湃的一台SUV 瞬间就可以变到一台纯电动版的车 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体验来的 所以这就是感 一旦你关闭了引擎过后 你就有一种概念就是 退潮过后你就知道 谁在裸泳 就是在这个没有了这个engine的噪音过后 你的整个胎噪声风切声门板的隔音就是相对来讲比较重要了整体的NVH 因为在这个没有引擎的之下 这些噪音就相对来讲比较明显 你看现在没有引擎之下 我基本上只可以听到这个胎噪声 这个profile的代价是比较 扁的 就是是45 因为它是采用一个运动的轮胎 就是P-Rally P0 而且尺寸也来到了20寸 你要handling的话就是confort方面 就有一点点的损失 因为这台毕竟就是 M Sport的车型 所以它有搭配了这个 M Sport的 Ceramic Brake Calipers 还有也是有 M Sport的 Suspension 但是它就没有 Adaptive Suspension 所以你在主机这边是找不到有调节 旋挂软硬或者是高低的这个功能 因为它只有M Sport的 就比较偏 硬朗一些 但是我觉得 还不错 好做的 因为这个硬朗方面它是能够抵消掉这个 SUV的这个body roll 所以变成它整体上面它的body roll 不会像其他的SUV那么明显 但是它又没有硬到像GLC 硬到 没有朋友硬到真的是 完全损失掉了它的 SUV的特性 其实X3这款车我是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适合 城市开或者是偶尔 促销外拨 来到这一代G01的X3它其实比 第一代的X5还来的大台了的 即使来到最新一代的X5你看到非常大台 其实它的整体的空间表现 X3也真的不会输它太多 所以变成X3这个比较小的车身但是空间表现还不错 所以非常多人愿意花这个钱去购买X3 Instead of X5 也是有可能有一些喜欢颜值的朋友 X4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是和X3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就是一个SUV Coupe的这个造型就比较盈啦 所以来到这个X3的话它整体的 steering啊它是 比较轻盈的 很容易开你即使是 女生来开都不是问题的这款车 所以这款车它 在这种市区走走停停来讲真的是 很舒服 Parking起来也比较容易 所以我反而觉得这款车 容易开好开 甚至是没有降压力 因为之前也是有开过这个 X5 iX X7 这么大搞的这种SUV啊 所以变成觉得 诶其实这种X3其实也是 相对来讲我个人是更加偏向喜欢 这类型的SUV 还有我要讲一点就是它的整个电池的这个容量啊 因为 如果你要讲 Hybrid 普通Hybrid HEV跟这个Plug-in Hybrid PHEV的最大差别就是它的 电池的容量 因为如果是一般的 像是我们看到非常多的 Real C的 Hybrid车的话 它的电池容量都会比较小的 而compare to这种PCB都是比较大 像是这一台X3它是有11kW的电池组 所以它在很多时候它是可以达成纯电动行驶 Charge整个Battery的话 大概是可以走一个60公里的 说真的这个60公里当你打开冷气过后大概是可以做到45到50公里 这个我是真的是亲自去test 所以变成像我 这样的 使用车的一个人来讲 因为我从我家到 我学校 或者是我的公司都好 我的行驶距离来回都不超过15公里 所以变成我用这台车我基本上可以三天 不用用一滴油 就是纯用这个Electric来走的 你在市区代步就是可以有非常好的这个 节能效益 就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也就是开3301的 就是这款G20的3301 他家和他的公司 他距离大概是10公里 所以他可以超过一个月都不用打油的 他可以超过一个月不用去油站啊 他可以只是用电 还用他的油用一点点来行手 一个月 所以变成这样的车其实也是可以大大减少你去油站的几率 因为没有人喜欢去油站免费打油的嘛 你早上9点钟你要上班的时候你要去排队油站 你会非常 从北达汉纳的时候变成这样子的车你可以大大减少你去油站的几率真的是非常方便 而且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会嗅到有那种排气的味道 因为整体只是 用这个电量的时候比较多嘛 所以市区走走停停或者是你在 等候你的女朋友的时候 这台车在 你停止的时候你怠速行后啊 他是一滴飞气都没有排出来的 只是在有这个电池在工作你的冷气啊全部都是正常的工作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会觉得很累啊因为你排气你秀多你会 人的脑会累的嘛 然后你外面的话也没有有排气对环境也比较好 因为我有试过我开着车我在等八包外面的人敲我窗跟我讲 诶你的排气一直在排出来然后我再吃饭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真的是 让我有一种 偏向于这种 PGV车款因为当我要用油的时候我要快速加速的时候我又可以用油 在这PGV没有电的时候我也是可以用油不像纯电动车这样子我没有电过后我整台车 是直接轨在路边啊要叫拖车了的这个不像 我直接可以用油也是可以即使是可能 动力会少了一点点 然后我要体验到 电动车的 一个 概念的话我又可以 车满它我可以 存电动行驶一个60公里 像是我这样我可以用个三天 所以一台车有两台车不止两台车就三种车 就是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Hybrid 还有这个电动车的体验 所以这台S3相对来讲真的是非常值得 就等于你买一台车 有三台车的这个体验 我相信许多的网友啊经常在网上看到这个 上一代的 BMW PHEV车款经商上吊车的这个几率 而且车主们也是非常多的complaint 想真的上一代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 整个故障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个BMW他们也是发觉自己的问题 也是开始非常努力的去解决这个 故障的可能性 所以变成这一代是从这个G系列的3 Series开始 它的 PHEV车款其实它的整个耐用性还有它的可靠性 也是非常好的妥善 所以变成这一代的PHEV车款它整体也是比较可靠了的 但是如果你的车 故障 上吊车不要来找我啊 其实我们要学会接受行事物的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都要卖向这个 电动版本的汽车了 就是纯电动版本 也是可以看到BMW在国际发布 2030年要全电动化的 如果大家有了解BMW车款的话 你会了解到这个BMW X3其实发出的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 这样其实它已经一直推出这个小改款 升级这个外观还有配备上的 其实如果和这个XC60 NX或者是GLC比起来也是可以说它占有一席之地的 因为BMW X3 being a BMW 它在整个 耐用程度还有它的整个品牌象征也是不会比对手来的差 如果你硬要我选这台或者是GLC 其实我觉得X3更加的好开啊 因为其实如果你有开过GLC或者做过GLC的话 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非常的硬啊 就是我买SUV的这个作用就没有了啊就失去了SUV的意义 所以这台BMW X3 它有BMW的驾驶乐趣 也有非常好的这个空间 还有舒适性 所以BMW X3还是非常值得的一个考量 所以在我身旁这台G01小改款的X3 PHEV 它是售价是321,000 马来西亚有一个incentive 所以它在这个价格会比较便宜 因为我怎么会讲它比较便宜呢 因为如果你比起它的 大哥就是它的X3 X-Drive 30i 它要价是329,000 而且这个它配备还比那个还要来的丰富 所以它价格比它还要来的便宜 配备比它还要来的多 所以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所以X3在马来西亚的配备还是非常丰富的 有很多的选择让大家去选择的 因为它有X3的最入门版本 20i就是没有四人驱动 但是还是有M Sport的 它也是有这个PHEV301 也是有这个纯燃油机的30i 然后如果要性能的朋友也是可以选择这个 X3 M Performance或者是 X3 M Competition的 当然要帅气一点 要演一点的Coupé SUV 就X4是一样的 只是换了一个6倍式叫跑的这个设计 所以X3 X4在马来西亚的选择性非常的多 总有一款适合你 所以由这时代的进展啊 这个PHEV可能会是未来的趋势吗 No EV才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这PHEV只是让大家有一个适应期 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分享出去 我是Jaden 也是可以 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红书TikTok还有IG 我们会在那边分享很多的汽车有趣小知识 我是Jaden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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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